手术中麻痹不斷,认识不断, 肺炎症状不断, 无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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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上最终的恩赐, 所有人都不知道, 你这种疑问。 男生苏志谢, 睽違四年,强势回归小鹰幕, 苏太太们,请尖叫! 谁能够最终的努力, 最终的阻挡的方法是什么? 所谓是什么? 苏志谢在《Dismic Plus》 新剧《医法刑事》中,即天才医生 和霸奇律师的魅力与医生。 最新剧情中, 一位梦想当歌手的女学生, 在某次手术后却喉咙沙哑, 再也没办法开心唱歌, 手术中竟然还发生麻醉过程, 苏醒的医疗事故。 她在意识清醒的状况下, 感受到冰冷的手术刀滑入自己体内。 手术 那时全正意? 我根本就不在心中 十億 十億嗎? 你不在心裡 你不在心裡 怎麼? 十億 我沒有 那我罵了 你怎麼不認識 你怎麼受不了 你怎麼受不了 蘇智希為女學生挺身而出 要為他討回公道 就在此時他也揭露了醫院裡一直存在的幽靈醫生 哭哭呀 我痛死 How do you care? 你又不壞 我臺下 你從來的蓮佩 好 就 Thinking 開心 它開啟了 ön Tang 我詞 真的嗎 如果我們聽說話的話 對不起 世界上最好的人物 所有人都不保護 你都不保護 最新出現的神秘人物 Jayden Lee 由深層露所飾演 他的出現 和蘇智屑 究竟會是聯手還是敵對 蘇智屑又要如何尋找 五年前的真相呢